HELLO 大家好 我是Heyman 今天這條影片是一條裝修的Q&A 而Home Tour方面 因為還有很多細緻的地方想收拾好看 所以之後才會再拍 今天會專注於裝修方面 大約一個星期前 我就在自己的Story上 post了一個裝修的Q&A 問一下大家對於裝修方面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最近自己的Inbox都收得比較多 關於裝修方面的東西 所以就直接拍成一條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都收集了很多問題 關於價錢 關於有什麼值得留意 有什麼地方做得好做得不好 然後今天這條影片就會全部解答 大家如果對我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拍Home Tour之前 應該有很多小飾品 或者不同的東西 我會先買回來 但未說得及拍片 就會在Story那邊先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條問題 也是最多朋友問的 就是大約家尺數多少 以及這個尺數 裝修用了多少錢 我家大約是400宗的尺數 然後裝修方面 其實我們就是全包 連同口都換過了 連料的話 大約是40萬樓下 所有的門、瓷磚、洗手盆等 都已經包了 但是不包括電器和家具 我覺得是完全合理的價錢 大家也可以預算 大約自己家裡的一尺 每尺一萬元的裝修 如果是全包那一尺的話 都差不多 但是在這個家裡 其實我已經有很多東西 沒有斟酌要用到最美的東西 或者做到最美的效果 如果真的要做到我預期最理想的那種 應該都要50萬左右 但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三年之後 過了SSD會不會再搬家 所以我們都沒有最多的錢去裝修 第二個問題就是 問我們的傢俬是訂造 還是買現繩的 其實廚櫃 然後電視櫃 然後大家看到後面的鞋櫃 還有我房裡面的衣櫃 全部都是訂造的 就跟師傅那邊 他會提供尺寸設計 訂造的過程就是跟師傅說 哪些位置你想要什麼櫃 然後櫃的款式你想要是普通層板 還是拉纜 或者你會不會有特別想要的設計 例如我的電視櫃 我這個角其實是做了一個圓邊的設計 大約你跟他說你要的要求 他就會出一張圖紙和設計照給你 出完圖紙之後 你可以再跟師傅fine tune一下 就做到你理想中的效果 例如我後面的這個櫃 原本它是做了一個落地的款式 但是因為最底的位置 其實我想放下拖鞋 或者去街鞋 所以最底的位置我大約都預留了15cm的地方 然後就安裝了一條天午館 一開燈的時候就會有滲光的效果 和圓浮的效果出來了 那大家想要什麼 直接跟師傅說就可以了 第三條問題就是 有幾位朋友問我們有沒有找到設計公司 和裝修公司方面會不會包設計 其實說了裝修公司方面 他們是沒有包設計的 所以我剛剛說的價錢40萬 就真的是完整工程的價錢 除了訂造櫃方面他們會出個橫設面 正面的架構給你看之外 其他東西是絕對沒有設計的成分 另外我們都是沒有找到設計公司 所有這裡的設計都是我們自己想的 但是因為我們有個朋友是做設計的 所以配色方面都有問一下他 第四條問題就是 問我們的設計靈感來自於哪裡 以及今次是走什麼風格 其實我和我男朋友本身喜歡的東西 就是極簡風 少少的工業風 又或者是復古風 但是外於尺數方面的問題 我們今次就選了極簡風 因為Vintage風和工業風 我們都覺得大約要六七八尺 才會裝到一個比較寬敞 和舒服一點的效果 如果在今次這間四百多尺 還有的房子用復古風 或者工業風 就會好像很密漆漆 或者比較壓迫一點的感覺 反而好像我們現在用的極簡風 做出來的空間 就會比較大一點舒服一點 而設計靈感方面 其實我們就想Princus 然後也看了很多不同的裝修公司 其實他們的網站 會有很多裝修的靈感 或者成功的案例 把照片放在這裡 我們都有從中學習一下 然後就自己再想配色 或者每一個角落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想放進去 就和裝修師傅溝通 而設計想了多久呢 其實從買這裡一個月內 我們已經想好了 基本上都知道自己 是想要極簡風格 還有我們都很喜歡灰色通 所以顏色方面 一早已經定了黑白灰 要斟酌的地方 其實就是訂造傢伙的擺位 有沒有怎樣可以方便自己的生活路向 令自己過得舒服一點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用的質地 因為我們好做就決定要極簡風 還有黑白灰通 我們就再看看有沒有材料 是我們好想用到的 又或者近年會比較流行一些 例如廚房門和廁所門 其實我們都用了一個超窄框的長紅玻璃去做 下一條問題就是問 裝修用了多久時間左右 其實由第一天開工去到最後我收屋的一刻 大約就是三個月左右 一開始上網做research 又或者去問裝修公司 他們都說大約要三個月的時候 我是覺得有少少久的 但是踏入了過程之後 你又會覺得時間是過得很快 也都聽了很多不同的例子 其實三個月已經是一個比較smooth的狀態 和進度 也都收到很多不同觀眾的inbox 說他們的房子搞了半年 或者四五個月都還沒搞定 所以大家簽約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你的裝修公司 有沒有promise 你是多少日內就可以完成 當中不算打坊日子 不算開不了工的日子 他大約應該可以預料到 是多少工作日內就可以給你 所以大家簽約的時候 這個地方可以小心一點 下一條問題 就是裝修師傅 或者裝修公司在哪裡找 會不會那麼容易中伏 或者我現在用這個 我是不是滿意的 其實我覺得朋友推介 已經算是最不中伏的地方 還有如果大家真的怕中伏的話 你可以quote幾間公司的同時 你可以跟師傅說 有沒有做工程 你可以上樓看看他的手工是怎樣的 因為我這裡工作的時候 大約差不多結尾的時候 我也有給裝修師傅 給他其他客人上來看一看 我手工 其實我現在用這個 我自己是滿意的 還有我覺得他可能比較年輕 他都明白年輕人想要什麼 或者覺得什麼是漂亮的 因為我也聽過一些例子 找了一些比較老派的裝修公司 或者裝修師傅 是完全很難夾到審美觀 或者裝修師傅最後做出來的成品 跟他預期中是差很遠的 我自己開始裝修之前 也有跟師傅開過會 看看大家的審美觀是否一致 也看過他之前的一些案例 大約他都有拍片 拍照照片給我看過 我最後看過覺得完全OK 然後我就找了他做 對於現在這個裝修師傅 我覺得所有事情他都企利 有膠帶 然後手工都OK 還有整個過程有什麼我想改 或者我想再收拾的話 他們都非常快可以幫我做 下一個問題就是問我再選 是不是都會找裝修師傅 不找設計公司 對於我自己來說是 因為設計算是我整個process裡面 最享受的一個部分 我也有很多idea想放在這間屋子 然後我也很想透過自己去想 如何混合和配合下去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對於裝修方面 覺得很煩 或者設計方面都覺得很煩 那你就真的找設計公司會好些 因為如果這間屋 如果只是交給我男朋友去搞裝修 他一定會找設計公司 因為他覺得所有配色方面 或者細微的位置 他覺得很煩 他不想會每天都在斟酌中 或者煩惱中 所以就看看你自己性格 看你本身是否享受設計過程 或者你的审美觀大概是什麼 如果你都想不太煩 那你可以找設計公司做 之後也有些問題是關於材料方面 那就想問我們是用了木地板 木紋磚還是超耐磨地板 其實由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決定了 一定要用木紋磚 因为对上一家屋我们都是用了木纹砖 整个使用的感受非常好 容易打理 也不需要打纳 也不会撬起板 然后也不会很潮湿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一定会选木纹砖 木纹砖的色号和公司 我就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 我自己是挺满意的 它是偏向浅色 还有木纹的效果 变了就不会整间屋好像冻冰冰 又或者有一种瓷砖 old school 的感觉 下一条问题就是问花灑水龙头灯 这些配件在哪里买 我们就在上海街那里买的 自己看到哪个设计会比较喜欢一点 就直接买了 那边是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材质 如果大家不是特别追求什么名牌子 Hence Glowy那些 价钱都非常可以接受 之后这条也比较多人问的 就是有没有全屋除夹 全消毒和清洁才入货 我自己问过装修师傅 装修公司 自己身边真的做designer的朋友 他们都完全不建议我 真的找徐甲船公司过来徐甲船 因为甲船其实是一种 一直会释放的东西 可能在木板 胶板 或者油漆那里 都会一直释放 当你找甲船公司 去噴了一层东西上去 那几天就可能真的查不到甲船 但是 你抹走那层东西之后 甲船都会继续释放出来 我自己入伙那一刻 其实家具已经到了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我们的师傅也有帮我们 全屋开窗 可以尽量去通风 所以进来那一刻 我放了Dyson在这儿 去查复权 基本上都不太查到 完全是绿色的区域 是安全的范围 而消毒清洁就一定有的 在我们的现成傢俬 到场之前 我们就已经 整间屋大清洁抹了一次 但是呢 因为刚刚 测线完灰 油漆完之后 你都越了进来的 头一个星期 可能都会有灰跌落地下 吸塵方面 就要比较努力一点点 下一条问题 就是问我们有没有改间隔 其实原本我是很想做打拆 改了间隔 但是因为Tang的这一面墙 其实它是石屎墙 它就不可以拌 唯一可以拌 就是我小房连大房的那一面墙 原本我就想拌它 然后做一块玻璃 然后看下去 就会好像阳光 或者空间感都会更加 但是我装修师傅就问了我一句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 你是不是真的 那么需要那种空间 或者那么需要它很漂亮很漂亮呢 因为他说到时候 如果真的要卖楼的话 就最好要还原原本的间隔 然后卖出才会比较值钱一点 那我自己想想 又觉得其实 好像都不是真的那么需要的 所以最后就完全没有改过间隔了 下一条就是问新屋的颜色是怎样配搭 例如长側地板砖 傢俱是自己配搭 还是装修给idea 配色方面是完全有我们自己想 还有参考一下我们设计员朋友的意见 但是主要都是跟回我们 因为虽然我们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灰通 但是也都明白 如果全屋都是很灰的话 会有一种太过冰冻的感觉 不是好像家里 真的好像坐在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视柜 最后我们就选了一个啡通的灰 它虽然都有灰通 但是都配搭了少许的温度 还有后面这张桌子 我们都是选了温度 变成了整个感觉 就不会太冷冰冰 都会有加的感觉 然后主要因为都是选风 所以都是黑白灰啡 就完结了 地砖方面我们就选了一篇灰通 然后傢俱方面选了一些温度 就可以平衡 当然你就不要选一些 contrast太大 例如你的地板是超级灰通 然后你的柜子又弄了一个超级温度的东西 还有选选地板的时候 就算你知道自己是喜欢灰通地板 你也可以在同一间店里看了几款 叫它拿出来让你拼一拼 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灰都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深浅程度 和饱和度都有些不同 地板方面我觉得真的佔了全屋 最大部分的配色比例 可以多走几间看看 例如我自己选了这一款 算是同一间店里面灰通来说 最温度的那一块 大家也可以叫它拼几块 给你看看大面积少少出来的效果 是怎样自己是否喜欢的 还有最好都是选偏浅色一点 虽然有些木地板 你见到它一块完整的时候 好像都挺漂亮的 但是当它多几块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是有点偏深色了 如果真的放在家里的话 空间感受会没那么大 还有有点压抑的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装修上怎样可以令到家里 更加有温馨的感觉 除了你本身可以用温色的色调之外 其实我觉得灯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断定到你整间屋 有没有层次感在 或者会不会真的好死板 因为我们以前旧式的装修 通常都是一盏主灯 然后那些墙都不会有太多的灯具 也不会说电视柜下 下面无端端有一层光在 但是这两年其实都很流行一只叫做无主灯的装修 一个厅就不会说有大盏水晶灯 或者很浮夸的灯具在 反而那些长角或者柜底 会有些滲光的效果出来 令到整个温馨的感觉会再提升一些 还有层次感都会再漂亮一些 下一条就是问大门的款式 还有我们用了什么锁的 其实这门呢 这个是我们的大门 我们做了一个二绳的设计 外面那一层因为要跟着屋卷的设计 所以就是一个深的木板 然后里面就做这种非常简约 只是白色的 框都是全白的 然后锁方面我就放了一个型号 用的是Philips的一个电子锁 它是可以入到100个指毛 还有卡 然后有密码 一次性的密码好像都有 大家就可以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有什么装修要留意的东西 第一就是装修师傅方面 刚刚和大家讨论过 大家应该都找回一些看过手工 又或者你朋友用过的装修师傅 比较有信心一点 不会拖离奇的师傅 第二大家也可以多点上来看整个装修的process 虽然有些装修师傅都会很讨厌你 每个星期都上来 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给钱那个 我们都真的有需要上来 看看每一样东西是否适合自己的心意 还有去到真的有什么位置 是觉得做得不好的时候 记得要立即出声 如果真的想改相转 要立即跟装修师傅说 例如一些电制位 其实做完水电之后 他们好像会做泥水左右的东西 如果你是去到铺砖的情况 之后先说你想改水电位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另外就是油漆的时候 如果你选了一些特别颜色 不是选顺白色的话 都是上来看一看会好一点 好像我自己装修期间 唯一一样转过比较大一点的东西 就是长的颜色 因为第一次我选了一个米白色 打算温暖色一点 但是它跟我的地板是超级不够 所以油完第一层的预焦漆的时候 我已经立即跟师傅说 之后的两层要转回颜色 最后一样要留意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有很想要的设计 或者风格的话 一定要跟装修师傅沟通清楚 跟他修好怎样完成出来 是会最符合你的预期 因为是每天都在对的生活环境 所以千万不要 就拿回我自己做例子 其实这个大的木框 原本我师傅是劝我不要做的 他说虽然不是很贵 但是因为之后买楼的时候 未必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设计 而且我还要割本身窗台的云石 如果之后要找回云石的话 就会比较贵 而且都比较难找一些 但是我没有听他的劝告 就一意之下一定要做回这个框出来 变成了我自己超满意 亦都很喜欢这个框 所以千万不要屈走 虽然有些地方是可以耐用的 例如其实我每一个櫃底 原本都想装天午馆 但是师傅跟我说 就算他可以这样 因为收多些钱 因为每开一个框位 其实都差不多一千元 但是他劝我不用这样做 因为一来维修方面会比较困难 二来就没必要 真的因为这样而 扔了万多元 然后现在比较接充的方法 就在櫃底的位置放一些充电式的感应灯 那就不用那么多钱 但是都做到我想要的效果出来 好了 比较多人问的问题 都已经回答了 希望今次这条影片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follow我的社交平台 不要忘记按我的channel的铃铃 我出了影片第一时间就会通知你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